大家好,昨天足智彩就弄了一堆稠稠的事情 關於昨天一場賽事 昨天日本主場對撒爾瓦多的賽事 日本贏了6比0,買了煮其他球迷竟然沒有錢收 根據星島申訴王的報道 足智彩波膽開了一個新玩法 6比0,煮其他,沒有錢收,球迷屌爆 如果大家是受害者之一,或者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討論這件事 說回新聞,昨天一場賽事就是日本友誼賽 主場對撒爾多亞,輕鬆贏6比0 買開球膽的球迷都知道 6比0就是煮其他,收錢 看看昨天的賠率,昨天主場有19倍 但看到了,主場上是主場零入球 分別是什麼呢? 先說回之前 主場就代表主場贏6比0,6比1,6比2,7比2,7比3 總之主隊入到6球或以上就不用客隊 什麼賽果了,當然是客隊輸 即是6比1,2,3,4比3 這些都屬於主場的 但是,6月30日做了一個新玩法 其實是改變了球膽的玩法 多了一項主場零入球,或者客其他零入球 什麼意思呢? 你會看到這裡,當5比2流上 即是可能6比2,6比1,6比3 主其他零入球才會收錢 但是主其他零入球多的方法 就是如果6比0,7比0,8比0,9比0,10比0都好 要客隊不入球 主其他就算是開零入球的那一項主場 不是主其他那一項主場的 不一定適應 看回馬會公布消息 其實他們6月6日才開始宣傳 其實宣傳了一個星期 足智彩,自從2000年開到現在 其實已經開了20年了 這個玩法波膽 你一個賭了20年波膽的人 你宣傳了6天 你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給球迷買這個彩詞 也了解到原來6比0,7比0 是要買一飯主其他零入球 不再是之前的主其他就有錢收 這套爭議性就是昨天出來了 根據星島新數王的報道 昨天大量球迷中了之後 以為自己中了 空歡氣一場 因為昨天挺好分的 看到19倍 其實正常這些主客 和一面倒1.0幾 1.1幾的賠率 主其他就沒有20倍那麼好分的 因為他拆多了飯 變相就賠多一點點給你 就賠多一倍給你 很多球迷在不知情 以為自己有錢收 結果沒有錢收之餘還要輸 看回很多球迷對這壇 都很噪的了 話說這樣又難玩了 高了 難玩了就是了 始終波膽是開了機會率 你煮其他 變成要買多飯才會中的 如果不然你少買一飯 就像昨天一樣會輸錢 有些昨天會覺得穩笨 很多人中了東西 以為中了沒有錢收 還要輸錢 還要亂名投訴 那昨晚馬會 其實半夜 看他竹子彩 所有球膽就暫停了 我想主要都是大量不滿 大佬當然要屌 你宣傳那幾天 你突然間玩了20年的東西 最慘是那些人以為中 以為中沒有錢收 還要輸錢 這壇 所以昨天暫停了之後 今天的最新公佈 馬會宣佈 下午在網站和手機都會看到 第二點 日本個別 日本對薩爾多賽事 投注中的波膽的客戶 未了解新投注枉法 因此決定著情 退還相關投注 即是退回票給你 不用輸也好 不過最慘是以為就贏 公道點說 如果不是有飯煮其他零入球 多了出來 就沒那麼好分的 但問題看回大家 其實他都說了 本會於2023年6月6日 向傳媒及公眾宣佈 兩個新波膽的選擇 6月6日到現在 真是足一個禮拜 你不是鋪天蓋地宣傳 你真的可能要去到馬會 或者上你的網頁 再踢入住議事項才會看到 那又糟糕了 昨天糟糕了 由雞老美出來之下 馬會頂不順公眾壓力 因為他們自己都知道理虧 大佬宣傳只有幾天 又不是鋪天蓋地 那決定 還要好好 對昨天說 著情退回錢給你 那 都比輸還好 不知道大家 對這壇事 或者這壇事的受害者 怎樣看法呢 其實馬會開多飯 其實主要一個原因 年初3月政府說 要額外徵收足智彩的博彩稅 五年要收多八二億 每年收多二十幾億 那羊毛出自羊身上 當然是在球迷開刀啦 波膽呢 你越多飯數開你 越要買多飯 那一定是難玩了 他殺的飯數又會殺多了 如果你買一注來計 那所以 這壇事馬會就投了行 那就決定了退票了 那看看有部球迷 或者一些波友 對這次馬會的做法 究竟退錢做得對不對 還是你會有另外一個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一起留言討論啦